罷便禮拜六 那麼已經陳柏惟輸了 罷免案正式過關了 不過整個票數不同意罷免 竟然衝出了七萬三千多票 陳柏惟說 一時衝出那一票 他也覺得非常的意外 然後他說 選舉的結果超強的好不好 意思是說 他看到這麼多人不同意罷免 他覺得這個數字非常值得欣慰 他也非常感謝 從這一次的一個罷免結果 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其實整個台中第二選區的選民 真的是民心思辨 所以為什麼嚴家 沒有在第一時間跳出來說 補選 我們就是勢在必行補選 我覺得他們也在盤算 因為你知道這一次的罷免出來的結果成功之後 你對於範律 你不要說是台中跟台北的 其實我知道我很多朋友 大家都開始在講 如果國民黨敢在林長佐這一役 再來弄一次罷免的話 我們絕對會討回來 已經有這樣子的一個凝聚 那已經有一些人會有那一種感覺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朱主席現在的講法是說 重點在一二一八的四項公投 他已經沒有要再去講林長佐 因為我覺得其實這一場的第二選區的 這一個台中第二選區 這八名案 全部人都在看 我們會認為就是說 你也不能講欺負 但事實上確實 國民黨這樣壓壓大黨 竟然用這樣請全部的力量 而且用那個抹黑這種方式來對付激進黨 對付陳柏惟 結果到最後你也是贏 沒有到五千票 所以這種東西 其實他會給人民一個很大的一個驚喜 我覺得現在嚴家現在是進退兩難 不知道該怎麼辦 因為他贏得不夠漂亮 他沒有壓倒性的勝利 百萬大軍下去也贏了一個線 你看他們剛剛講過 嚴家有多少力量 宮廟的力量 大甲戰藍宮的力量 還有各種農會 還有各種漁會 還有各種水利會 他那個是鋪天蓋地 然後到處的看板 到處的這個所謂的小蜜蜂 到處的宣傳車 幾乎是把整個大烏龍地區 可以塞滿了 鋪天蓋地 結果呢 只贏了四千四百六十六票 我覺得叫慘勝 這個嚴家會抓內鬼 我為什麼這樣講 其實嚴家這次最擔心 最怕的就是說 很多人跟他講說 好好好 我去打 我去支持 結果有去點名 因為他們都會點名 但是進去很多都是反而投給陳柏惟的 不同意罷免票 這是最可怕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個衝出來 這個七萬三千四百三十三票 其實很多就是真正在地 不是什麼北漂年輕人回來 為什麼 我跟大家講第一個 我們北漂年輕人其實相較於過去幾次的大選 比較過 其實回來 當天回來熱度真的少很多 所以其實那天晚上 我就有點擔心 那第二個就是說 你知道民進黨 其實真的沒有辦法說 因為我們後來遇到城中城的這個火災之後 其實包括很多原本要排過去全力去支援 他動員的這個部分 全部都縮手 所以如果由這兩個因素 你把他剪下來的話 你可以發現這次 這次罷免他有點像那個地震 他再次鬆垮了地區的 這個所謂派系的那種基本盤 所以難怪顏寬人 真的恐怕要再斟酌一下 這個鬆垮之後 下一次入死十一手真的很難講